大家好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啊 我手机上看到的 呃 用中奖机票从香港回内地 我被国泰航空拒载了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这个人呢 他里面都没说啊 其实他是玩了一种 思维方式或套路吧 其实我怀疑这个人 他本身是生活在国外的 然后想通过香港 然后回内地 然后比如说啊 打个比方他生活在澳洲 然后呢 他中的 澳洲飞香港机票 那么澳洲飞香港 然后再从香港飞国泰 国内国际他都中了啊 那么本身的话 这个机票是 你从出发地去香港的 对吧 那香港是 等于说是中间的目的地呢 你去了再返回回来嘛 那内地去香港 香港再返回内地 比如说澳洲去香港 香港再返回澳洲 这样是可以的 然后他就想利用这一点啊 这样的话实现 免费飞回内地啊 那他就是这个思路挺好的啊 还有呢 就是里面有很多人呢 评价地下评论啊 说他哎呀 地球人都知道 连城机票啊 第一层不做啊 第二层就做废了 其实呢啊 他我觉得他是非常熟悉这个规则的 所谓连城机票 这种不算连城机票 这种叫往返机票啊 比如说我们中奖机票是 内地到香港 香港再往返内地 这就往返机票呀 不算连城啊 连城是什么叫连城 就是单趟啊 单趟比如说上海飞西安 西安飞乌鲁木齐 西安是京庭的地方啊 那么叫叫连城机票啊 或者说中转啊 那这叫连城机票 那如果说往返的话 那根本就不算连城的 怎么可能吗 那比如说我买个机票啊 上海飞香港 香港飞上海的 虽然说不是中奖机票的话 那肯定可以 比如说哪天我去深圳了 深圳然后香港 我就低层不住 没问题的啊 真的没问题的 而且低层的话是可以退款的 我就想说嘛 就这个朋友啊 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呢 我想到他这一点的话 其实也我们也可以反向示威去 利用这个示威去 比如说啊 因为最近 香港机票还在赠送当中 但是赠送的现在都是什么呢 都是比如说从日本出发 从台北出发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买啊 也可以去抽奖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 内地飞香港的免费机票 那么 然后我抽中了大阪 往返香港的 从大阪出发 大阪飞香港 香港飞大阪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做嘛 比如说 我可以这样飞啊 我给大家画了个图吧 这个图呢 比如说我中了机票啊 那么上海往返香港的机票 从一和二是吧 一是先去的 二是回来的 那现在不是有很多活动吗 是从海外飞的吗 比如说从大阪啊 大阪出发 那么这样的话 造成很多人他生活在内地 他就不不敢去抽奖 或者说不敢去抢了 那大阪出发啊 比如说一先到香港 再二返回大阪 对吧 那大阪是出发地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思考呢 就是按照他的思维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花钱买一张机票 比如说花钱买一张机票 这个是比如说 啊 花钱的啊 我这会写个s 啊 花钱机票 那这样的话 我就满足了这个一条条件啊 一到了这个 然后再再再做这个啊 做这个之后 到大阪之后 那编辑会问你 哎 你有没有往返机票 当然有啊 我这不一不收拾吗 对吧 那一回来的时候 那二就放弃了啊 放弃了 然后再再 利用这个 这里这里的二是不是 然后再返回上海 这样的话 我就实现了用这个钱 而且香港现在 非大阪机票很便宜 可能就在一千 一千港币左右左右吧 hkd啊 这个不太好写字啊 那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 一千港币加上这个税费啊 这个税费是可以退的啊 可以退的 那只要一半税费就行了 对吧 一半税费就行了 然后这边税费的话 大概是六百 六百人民币左右啊 那么这个税费的话 估计就也就几百吧 也就我估计就算 杀四百啊 四百人民币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一千 一千 差不多两千块钱嘛 两千块钱的话 你就可以从上海出发 一圈去香港 再去大阪 来个往返了啊 能一次性玩两个地方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利用他这种思维 但他这个思维就是有一个不好 就是说 他是错误了 他这个相当于他从大阪先飞 先飞过一过来 然后想飞二 直接飞二 二飞不走啊 必须先飞一才能飞二 因为这个机票的话 他本身的目的就是吸引大家去香港游玩 所以说你没有在香港 没有通过这个机票去香港游玩的话 不算啊 不算 他必须要飞第一层 这个的话 我看的文章里面 他就跟他们争执嘛 有条款嘛 条款的话是用英文写的 然后呢 写在非常隐蔽的地方 那么其实他最大的疏忽就在于 他没有电话客服去问一下 如果说电话客服问一下 且你录音的话 那么对方绝对没话说 那针对国泰航空呢 又是上热门了 经常上热门 说最近呢 我也看到什么 喊了三次咖啡都不来 这种情况 我坐过台航空的时候 我没发现 但是我坐香港本地其他航空公司 有一次也发现过这种现象啊 就是反正你用普通话跟他说 他好像没听见啊 但是你用英语或者说用粤语跟他说的话 好像立马这个服务就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在于个人吧 跟航空公司关系不大 主要看这个服务的人员的数字啊 其实作为服务人员 你应该站在职业的角度去看 其实你在做服务 公司是花钱买你的时间 无论你是什么心态 那么你都应该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去执行 对吧 所以说啊 我建议啊 每一位如果说这种服务人员的话 不要这种现象啊 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走吧 顺便再提个醒吧 香港的机票其实还一直在赠送当中啊 比如说现在有香港出发的啊 香港出发啊 那 那你就 更加方便了啊 比如说你有中的内地出发 然后再从香港出发的话 哎 那你知道的话 我等于说是 全程是免费了啊 那只要付税费就行了 那比如说还有台湾出发啊 台湾的话 呃 现在去不了啊 很难去啊 那么其他亚洲出发的话 其实会在第三季除不推出啊 如果说 哎 日本的话 什么这些这些的话 你就可以按照我今天说的这种方法啊 也是 这位朋友提供的这种思维方式啊 我今天想了一下啊 他这种思维方式 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他很遗憾啊 他就是第一层没有做嘛 但是我们按照这规则的做的话 第一层做了 但是第二层的话 你给我退就行了啊 反正也行嘛 他不退的话 就损失个 一般的税费嘛 对吧 也没多少钱 好吧 那反正就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吧 啊 大家可以再继续关注一下啊 甚至的话 还有中长途的市场啊 出发地啊 这出发地啊 就从法国出发 加拿大出发 啊 其他亚洲的话 这个窗户已经开来半散了啊 半散窗户的话 等于说是要马上退出了啊 我可以再继续关注一下啊 我可以再继续关注一下啊